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哦耶 包王什么是这么开心的啊 看一下打的是新颖 打新颖的话呢就是一个抢12的 主力抢一个6 然后这个三问抢6 打这个主力的时候 包王车2比6落后了4分 后面来到了包王的主场 三问 三问这个游戏的话 非常的拼力回的功底啊 这一把应该说2P的新颖 他是失算了啊 本来随机到了一个千鹤应该排头的啊 他居然把千鹤排在后面 啊失算了失算了 现在翻上来一点用也没有 对包王拿捏的死死的 二刷包子 包王打包子那不是守到前来 这个可是他的成名角色啊 升起来 AB直跳 见到钢系爹 好再拆再抓 再拆一脚 AB在左 哎呀 剪刀脚没有倒地啊 你就死了 好千鹤上来了啊 千鹤上来的话 你不是排头肯定就不一样了 是吧 对手不怕你压制了 对手提升有气啊 你碰我我就钢你 然后我把你钢进角落 我再来压你 你这个时候你无处可逃了 还等AB 那能AB吗 小伙子你还是太年轻了 继续下一点 再一个纵权 再跳跌 一套一套的压呀 你碰我我就再钢你 千鹤很麻烦哈 现在又没有气 等你有气 你都命都快没有了 哎 你像 点一个 哎 走了 我都不钢七滴 好一个回马枪 直接穿三 好 再看这一局 刚刚是五弱啊 直接穿三 这把又来到了一个棍子啊 同主任童年啊 同主任生龙 打一下啊 下一下招 过不来 完全在掌控之中 哎 怎么鬼这个这么远 哎 又漂亮啊 一个棍子给痛晕了 老头又来了 帮王的五弱玩的相当的到位啊 再给他一个五弱之王的称号了啊 就问你佩不佩佛 下期顶你啊 丢个佛罗 哎 下期顶你 再丢个佛罗 放弃了啊 我感觉他又放弃了 这个已经是放弃了哈 裸杀都开起来了 又是老头 老头要打大桌 不亏啊 相杀不亏 哎 可能玩阻力还可以啊 玩这些 非主流的三问角色 真的不是他的擅长 哎哎 哎哎哎哎 闪身没用 玩独子 还来了一个裸杀 食物 直接一套柳林彭来 厉害厉害啊 好 关注休休 可以走丢